好 這個就是一個切面的圖 就是這個生殖系統的 這個就是陰道外面的陰信 這個陰道 這個子宮頸 這個子宮體 兩邊 每邊都有書卵管和卵巢 蓋著這個苦歌系統的有些叫做盤康膜 等待我們逐一步會繼續講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那裡 首先就跟大家講講 婦女生殖系統的生理變化是有些甚麼的呢 最主要你卵巢每個月受到腦下垂體的刺激 就會排一些賀爾蒙 十幾歲當你有驚奇的時候 就開始有些性別的特徵 例如乳房一邊開始大 體毛的分佈就變成像一個大人一樣 而且體格都會高大了 每個月的賀爾蒙就會刺激子宮內脈 令它增生 為甚麼要增生呢 因為你每個月排卵 有機會懷孕 你懷孕 這樣一個胚胎就由那個卵巢 經書卵管 落到子宮裡面的內脈 如果裡面內脈太薄 那個胚胎就直入不了 就會排出來的 但是每個月如果身體知道沒有懷孕 子宮內脈就會脫落了 融化了 這樣就經子宮頸陰道出來 就變成了驚奇的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說一說